每天進行長時間高強度的訓練 我國女子舉重好手許淑敬 6月間積極備戰禮約奧運 不過在正式比賽倒來之前 他先收到了來自國際奧會的打理 倫敦奧運舉重女子53公斤級金牌得主 哈薩克的趙長林 竟要重測沒過 銀牌許淑敬順勢地步 狹帶這股高昂士氣 許淑敬在禮約奧運也一舉奪金 但中華隊聚眾團高興沒兩天 另一位奪牌希望林子齊 卻被發現神奇數據異常 竟然出賽 形成強烈對比 運動禁藥在台下是不能說的秘密 在場上是不得碰觸的禁忌 感觸最深的可能就是他了 台上這一棒 專屬設計的拳雷打旁白 森林王子 張泰山相信許多人對他都不陌生 多年來也一直都是國家棒球隊的主力選手 但他卻也曾經因為務實禁藥可落米芬 沒能搭上奧運列車 當初這時因為我跟太太結婚十年沒有生到小孩子了 挺取了一些醫生的建議讓我吃這個藥然後來幫助生孕 因為這金藥讓我沒有辦法打北京奧運 然後也因為這金藥想要紀念我即將出生的兒子就叫張可若 比較失落的就是無法為國家建一點心意 可是開心的是我擁有了一個自己的兒子 回顧中華隊奧運時 今年除了林子齊外還有馬拉松老將許玉芳 因為務實力尿技遭競賽 2008年北京奧運則有張泰山 2000年雪梨奧運範圍更廣 涉及到陳伯父 陳瑞蓮與吳美宜三位聚眾好手 已經退役的十項全能國手李福恩 幾十年來一路看著體育藥件快速發展進化 在我的前輩基政養長廣的年代那個時候是沒有 那過去真的你只要能吃飽 你只要稍微再補充一下就是營養的嘛 就是有能量的嘛 所以那個時候也沒有特別去想到說 我要使用所謂禁藥的問題 運動禁藥其實乍聽之下 很多人可能會誤以為 都是醫療上非法使用的藥品 其實並不禁燃 很多藥用在一般人身上 是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療效 在運動員身上卻是能提升表現 才會被列為禁止使用 麻黃素它過去它是一個運動精藥 因為是麻黃素它是一個中速神經的興奮劑 那通常我們在感冒的時候 因為這個麻黃素它會刺激血管受挫 所以像這種比賽的時候 它就是很好治療的藥物 舉常見的例子來說 感冒藥中的麻黃素可以治療鼻塞 濃度高了卻也是成為興奮劑 氣喘藥BETA滯效劑含有吸入類固醇 則能有效抗壓 這些人體無法自然生成的成分 只要被驗出來是陽性就屬於違規 而EPO紅血球生成素 平血腎衰竭患者要定期施打 對運動員來說 卻能增強吸氧提高耐力 這一類則是要靠定期血液檢查 超出平均值也會被禁賽 如果真的有治療上的需求 應該趁早提出證明報告 在運動競技上不存在不知者無罪的道理 任何作弊行為都相對要付出應有代價 不論手段再高超 檢測技術總有追上的一天 秉持公平原則才是運動家精神